开国功臣犯了大错被判死罪,临行前拿出免死金牌,皇帝还是杀无赦。 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点个订阅,这里是真正历史,关注我,你一定不会后悔。 我们在电视剧中都能兜到这种情况,当一个人犯了死罪的时候,无论是多大的罪,只要拿出免死金牌,就能够免于死罪,免死金牌真的有这么好使吗? 其实免死金牌究竟能不能免死要看皇帝的心情和犯罪的性质,有时候如果官员犯了罪,就算是有免死金牌也是没有用的。 免死金牌又叫做单书铁券,最初是在一块铁皮上用朱砂在铁板上写上被授予者的姓名、来历、功绩等,一方面是一种荣耀,另一方面是作为将来获得赦免的凭证。 单书铁券是由刘邦发明的,虽然刘邦的单书铁券最后几乎全部变成了空头支票,但是这一传统却流传了下来,比如《水浒传》当中最后柴禁之所以得以善终,就是因为它是后周皇帝柴蓉之后,有赵匡印刺的免死金牌,由于朱砂写的字容异调,因此到了后来就成为用金水写字,因此就成为了金书铁券,在历史上。 金书铁券的颁发的数量都是很少的,但是到了明朝的时候,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却大发善心,把免死金牌像白菜一样到处发。 除了李善长等六位一等功臣之外,光是被封为侯爵的,赐予免死铁券的就有二十八人。 朱亮祖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,立下了很多战功,在消灭陈友谅、张世成等势力的时候,朱亮祖都作为主力参与,因此明朝建立之后,朱亮祖作为开国功臣。 被封为永家侯,还被赐予的丹书铁券,但是朱亮祖在镇守广东的时候,不仅贪污受贿,还污蔑他人。 致使朱元璋错杀了一个清官,朱元璋生平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。 因此朱元璋将朱亮祖召回京城,对斋他一番呵斥,朱亮祖感觉皇帝对自己露出了杀意,因此赶紧将当初皇帝赐给自己的免死金牌掏出来,想要保住一命。 结果朱元璋因此更加生气,拿了个鞭子就愤怒地向朱亮祖身上抽去,最后将他活活用鞭子抽死了。 朱亮祖忘了,对于贪官污吏,朱元璋向来是有一个杀一个,绝不姑息,又怎么会因为一块免死金牌而网开一面呢? 因此,看着免死金牌,他仍不改命令,杀无赦。 那么,开国功臣朱亮祖有什么经历呢? 在元末这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以此为机会崭露头角的人不只有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,还有其他诸多的能人意识,其中就包括开国功臣朱亮祖。 朱亮祖是安徽洛安人和朱元璋是同乡,他自幼协武,并且头脑聪明,得以在乱世之中有基本的自保能力。 元末乱世,各地纷纷揭端起义,试图推翻暴政,朱亮祖为了保护家乡父老们不受起义军的侵害,曾经加入过朝廷在他的家乡举办的自卫队。 说来也巧,朱亮祖在自卫队时,还和朱元璋率领的起义军交过手。 可是,那个时候的朱元璋尚且是初出茅庐,他又怎可能斗得过朱亮祖? 因此,在刚碰见朱亮祖时,朱元璋输了。 好在,这并不是最终结果,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当中,他的实力迅速壮大了起来。 此后的日子里,在二人的交锋当中,朱亮祖没有讨到半点好处,援军被打败,朱亮祖也被朱元璋擒住。 落入敌军之手是个什么下场? 朱亮祖自然心里清楚,然而值得庆幸的是,朱元璋此时正是求贤若渴的时候。 他珍惜朱亮祖的谋略之才,所以想让朱亮祖投入到自己麾下为他所用。 为了保住性命,朱亮祖值得满口答应。 彼时,他虽然表面上效忠于朱元璋,被地里却仍然心系援军。 在有一次朱元璋败于援军时,朱亮祖立刻抓住机会,回到了援军当中。 这一举动让朱元璋感觉自己受到了背叛,他暗暗发誓,以后一定要将朱亮祖抓回来。 朱元璋与援军交手无数,自然能够遇上与朱亮祖对战的时候,最终,朱元璋如愿以偿地打赢了朱亮祖,并且将他活捉了回来。 按理说,背叛过朱元璋的人,他绝不会再留他的性命。 可是,朱元璋的做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他并没有杀朱亮祖,反而是再一次给了他机会,将他留在自己麾下。 并且唯以重任,朱亮祖应当庆幸自己的食运,正是因为当时的朱元璋身边缺少人手,他才能够有命活下来。 倘若他背叛的是成为皇帝之后的朱元璋,就冲他这样的做法,早就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。 朱元璋这样恩将仇报的做法,让朱亮祖既惊讶,又感动,这一次他算是彻底被收服。 老老实实地跟在了朱元璋身边。 事实证明,朱元璋看人的眼光很准。 因为在后来打天下的日子当中,朱亮祖堪称是他身边的议员大将,为明朝的成功建立出了许多例,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大将。 2.危害一方。 明朝建立后,朱元璋对朱亮祖的功绩很是肯定,所以特意刺了他一块免死金牌,意味着往后无论是朱亮祖还是他的家人,倘若犯错,便可以凭借这块金牌免去死罪。 这对大臣而言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肯定,朱亮祖在感激之余,难免有些沾沾自喜。 这种自喜一旦滋生,便逐日在旁人的阿谀奉承和皇帝给的高官后路之下慢慢发酵,终于成了狂妄自大,居公自傲。 后来,在朱元璋将南下重任伪于朱亮祖,希望他能够好好整顿两广地区的励志时,朱亮祖心里想的,并不是如何治理一方,造福百姓,而是要如何大师官威,欺压百姓。 朱亮祖明知道朱元璋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,但是在地方围官时,他仍然毫无顾忌地压榨乡里,将贪官做派摆得淋漓尽致。 但是,潘于县有位罗姓富豪,见到朱亮祖很有势力,就把自己的女儿送给他当妾,攀上这门侵蚀,罗家深感荣耀,还借朱亮祖的势力灵虐乡里,欺行罢市,尤其是小妾罗氏的兄弟,倚仗自己的姐妹,竟然敢胡作非为,杀人越祸。 小妾更是恃宠,怂恿朱亮祖接受贿赂,扶植当地豪强,欺压乡里,横行于世,更纵龙军是欺凌地方官吏,但他们没有想到来了一个不具势力的强项令道童。 当地百姓在他的治理之下,日子过得苦不堪言,就连当地的支县都因为多次指责他的罪行而被他处处针对,遭到了朱亮祖的报复。 道童,祖先是蒙古族,后来迁居于河坚府,洪武三年,1370,以财干被建举为太长寺赞里郎,任满之后,被任命为广东潘于县之县,史称其为强项令。 强项令一词出自后汉书,东汉光武帝时的洛阳令董轩,当胡杨公主的奴仆杀人以后,他不能进入公主府地击捕,便在公主出行的时候,拦住公主的车,用刀划地,列举公主的过错。 然后将公主的奴仆就地隔杀。 胡杨公主向光武帝哭诉,帝大怒,于当场垂杀董轩,却没有料到董轩在亭上高呼,陛下圣得忠心。 而揍奴杀良人,将何以礼天吓呼,然后一头撞向停住,被光武帝贺令制止,紧让他向胡杨公主叩头赔不试。 董轩不从,光武帝令人强按其头,但他两手拒地,终不肯叩头。 光武帝称其为强项令,而将其释放,自此以后,强项令就成为不畏惧强权的周宪官的褒义词了。 道童不但有不畏惧强横势力的勇气,而且家有贤妻,丈夫交给他的俸禄。 如果多了一文,必定要问从何得来,还千叮宁万嘱咐,要丈夫一定要奉公守法,不能收取分外之材。 有贤妻支持 道童就能坚持功法,对于豪强,军官的求索,只要违反制度规定,就不允许。 对于欺压百姓者,坚决绳之以法,道童的行为,虽使民赖以安,但得罪了许多当权的人,既然得罪了权要,就势必会遭受他们的反抗和报复。 道童是县太爷,代表着官府,地方强横势力反对官府,他们很难取得优势,但官府有层级,官大一级压死人,地方强横势力深谙其道,所以到永家侯朱亮祖那里去尽谗言,并且贿赂小切罗氏,让他吹枕边风。 朱亮祖此时质得一满。 深得朱元璋的信任,再加上小切罗氏的蛊惑,岂能让一个小小的支县管束自己的亲信,所以亲自来到潘鱼县,向道童施压,却没有想到道童不惧,朱亮祖心中不快,但也找不到弹劾他的理由,也只好嘱咐亲信及豪强们小心行事,不要招惹他。 朱亮祖很贪财,亲信及豪强们都要向他及小切行贿,如果小心行事,又如何生财呢? 所以他们不听劝阻,依然我行我素。 当时朱元璋实行抄法,让天下的百姓都使用大明宝抄,而将市面上的金银逐渐收回,红武八年1375发行的大明宝抄。 面额有一贯,500文,400文,300文,200文,100文六种,可以与铜钱并用,禁止民间以金银物货交易,为者法办。 道童遭到朱亮祖的无理殴打,岂能甘心,他便将朱亮祖在广东的数十条步伐行为写成奏书,派遣亲信送往京城通正史丝,承递给皇帝。 亲信走了一日,朱亮祖得知消息,急忙写了控告道童罪行的奏书,派军校日夜兼程送往京城,又派出一对人马追杀道童的亲信,因为军校所骑的是军马,所以朱亮祖的奏书率先承递到皇帝手中。 朱元璋浏览奏书,得知一个小小的支县,居然敢恪扣军粮,强占良民为奴,非法用刑,贪赃枉法,毁坏卷宗,罗用官钱,燕尽良民,霸占民女,反此多种罪行,都难以让朱元璋容忍。 所以他一时气愤,当即派出锦衣卫船指,将道童于潘玉县就地斩首示众。 朱元璋偏听偏信,误杀了道童,但事后调查,处死朱亮祖父子,算是改正了自己的错误。 朱亮祖得到这样的下场也是自作孽不可活,原本是贫苦出身的他,在为高权重以后,本应该成为体育民间疾苦,造福一方百姓的好官。 却变成了欺压百姓,贪得无厌的污吏,最终被处死,还落得个千古骂名,真是咎由自取,最有应得。